老家河南,我来啦,姓氏起跳摇 第十三话,郭姓起源 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 滚滚黄河经此流过 四千多年前,这里曾是夏朝和商朝的中心地区 传说,大雨治水时,曾在这里用大斧劈开高山 为黄河水开出三道峡口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筑起了黄河第一霸 三门峡水利淑宁 百家姓江铜盐锅中的郭姓起源于三门峡 周朝初年,周天子丰家族的已知 于此建立国国 国国在春秋时代被晋国占领后 曾经的人民以郭为姓 如今郭姓人口已超过一千三百多万 今天我们要寻找的郭姓传人 是元代策地观天,著名科学家郭守静 在古代,人们没有电子日历这样先进的科技 常常因落后的历法导致错过重要的播种收获的世界 而郭守静,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就是制定当时全世界最准确的历法 收实力 郭守静 怎么买世界乱跑啊 他这是 在不同地点观测他一样 历法才算得准 大人 海上风浪巨大 大家都受不了了 我们收集的观测结果够多了 不要再去黄岩岛了 不行 我组织这次四海观测 是为了给国家计算出最精准的历法 如今南海观测还没进行 不可退座 郭大人 黄岩岛就在前方 请您再坚持一下 多谢小友相助 你是渔民的孩子吗 大人 我是未来的少年 小友来自未来 相比科学更加先进 历法要更为精准吧 大人 我瞒您说 虽然相差七百多年 但您对一年时间的计算 只比未来科学家计算的少二十六秒 这是未来中国的望远镜 是啊 它能看到银河之外 更遥远的星星 它的英文名是 Lenmos的偏文望远镜 但我们更喜欢叫它 郭守静望远镜 我深感荣幸 小友放心 我必全力完成这次观测 我这通天静送你 感谢你给我的鼓励 郭守静在两年的时间里 跨越了半个亚洲 收获了二十七份宝贵的数据 制定出领先当时 全世界三百多年的寿实力 人们还将一颗小行星 命名为郭守静星 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郭姓传人 郭姓的起源地 三门侠 我们接下来还去哪里 下一站是 谢谢喜源地 南洋